哈囉,我是金融老師 我們要來討論二元一次方程式 那在討論二元一次方程式之前 我們先討論二元一次式 那所謂什麼叫做二元一次式 那這邊的二元就是 two elements element就是erem,emt 就是兩個位置數 所謂兩個位置數 我們可以是小a,小b,或者小a,或x 這兩個都可以叫位置數 a跟x也可以叫位置數 那當然我們可以用x跟y做結合 或者說x跟t做結合 那當然在大部分 我們所碰到的一個情況 都是屬於x跟y去做結合的一個情況 所以在以x跟y咧 我們做習慣是用xy當作位置數的情況 所以就有了這個兩個元 叫element,two element first order就是一次 也就是說我們的位置數的最高次方只有到一次 所以我們不會在一二元一次裡面看到x的平方 或者也不會看到x跟y相乘 那這兩個在相乘我們在四方裡面 我們會把它當作二次 那再或者x平方y這種都不會出現在 二元一次式裡面 或者y的平方也不會出現 當然更高的更不可以出現 x3以上,x2以上都不可以出現 所以呢,所謂的二元一次式 我們呢,如果把它列一個式子來講的話 就是如果今天a跟b 分別為 現在a跟b它不是位置數了 現在不是位置數就是分別為x跟y之係數 它是一個係數 所謂的係數就是custom 它可能是一個常數 可能是1,2,3,4,1,2,3 或3分之2 只要是時數 複數也沒有關係 但是呢,在這邊 我們比較嚴謹的定義是說 a跟b不可以等於0 它是係數 然後a還有a不等於0 且b不可以等於0 當然呢,還有一個常數項 custom custom number 或者是常數 常數項 的係數 我們寫在這邊 為c 也就是說我們在這邊看到的 abc 都是時數系裡面的數字 但是我們比較嚴謹的定義是說 a跟b不能等於0 b不等於0 所以呢,我們這邊可以列幾個二元之式 比如說 它的標準是 我就可以說是 ax加上by 這個就是 加上c 它就是一個二元 那所謂的二元就是說 我們這邊有一個x 第一個位置數 這是第二個位置數 但是呢 abc是屬於數字 但c是可以等於0的 c等於0 並沒有違背二元之式的定義 因為還是保持兩個位置數 最高次方也是一次 所以這就是二元之4 c是可以等於0 但是 a跟b是不可以等於0的 任何一個都不可以等於0 那當然我們就可以舉很多的例子 我們就是說 a 它是數字 我們就可以說 a可能是2分之1x 加上b可能是 100y 加上99 像這個就叫做 2元一次4 的類似這種 我們當然也可以是 複號 比如說 a是-5 -5x c可能是 減掉 3y 這邊就不寫了 在這種情況 c等於0 這個也是一個 二元一次4 所以這邊 我們就稍微先簡單講 所謂的 什麼叫做 二元一次4 那當然呢 如果說 我們要等於方程式的情況之下 什麼叫二元一次方程式 我們就說 在這裡我們就可以寫一個標準式 就是ax 加上by 加上c等於0 等於0 在這種情況 我們就把這個 定義掛上去 也就是說 在二元一次方程式裡面 a不可以等於0 b不可以等於0 那如果等於0的話 就不叫二元了 對不對 如果他可以等於0 那 既然他等於0 那是不是我們這邊 三次4 也可以說是等於0 比如說是y的四次 b也等於0 所以就變成說 這個方程式 如果今天沒有他的話 我可以說他是 因為y的次方會改變 就是因為b是等於0 所以他可以是 二元一次一次 二元二次 二元三次 二元四次 或者二元九十九次 都會因為b等於0 而造成了很多的 分岔的一個答案 所以這是不符合的 我們要嚴謹一點去定義它的話 就是說 a跟b都不可以等於0 那麼我們要有一個 確定的等於0 因為等於0的話 他不見得說這整個是 這整個等於0 我們把c移過來 就負c 所以ax加by 負c 那有這個等號 等於某一個特定的一個數字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成為了一個方程式 所以在這邊呢 簡單的 建宏老師就介紹 二元一次是 二元一次方程式 二元一次是 它的一個很嚴謹的一個定義 希望同學在這邊先建立 那再來呢 我們要介紹一個叫做同類項 什麼叫做同類項呢 今天的位置數是x 它就是x項 這y呢 就是y的那一個同類項 所以x跟y是不同類的 那是因為呢 它既不是x也不是y 那就是一個常數項 所以呢 所謂的同類項 比如說2x加上 x加3y y減掉3y減5加6 可以做合併的 只有這兩個可以做合併 因為它是x項 x跟x一次項 x一次項 那這兩個叫做同類項 都是掛在同一個位置數上 所以他們在做合併的時候 就可以2x加3x 這個可以用建號也可以用等號 所以這邊2x加xx就變成3x 再來呢 y的同類項 這邊有個y再去減掉兩個 所以那3x呢 再去減掉兩個y y去減三個y 就變成減掉兩個y 這就叫第二個同類項去做合併 再來呢 減5加6 就變成加上1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先介紹一個同類項 有了同類項的概念 同類項才能做合併 那加減乘除的話 同類項才可以做加減 但是乘除就會影響到它不會成為二元之勢 所以在這邊我們一般 在做二元一次勢的一個 這個定義區間裡面去做討論的話 我們比較不會做到兩個二元一次勢的相乘 因為相乘的情況之下它就會 四方就會拉高 那二元是維持的 所以二元可能變成一次以上的勢子 那在這邊呢 先介紹到這邊 希望同學們在這邊能夠 先對二元一次方程式 跟六一次式有基本的了解 同學們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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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